大家好 我是邱炳峰 我是建國中學高中三年級的畢業生 我來參加這三天的TVBS卡內基主播影的訓練過程當中 我學會了站在台上如何不緊張講話不吃螺絲 而且自信心也提升得非常的大 我在之前在學校上台報告或演講的時候 會非常的緊張 講話也會吃螺絲 會一直講重複的一個字或一句話 然後在經過這三天的訓練過程當中 我認為卡內基的講師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 會針對每個學員做獨特的改善 然後我在改善之後也使我的自信心提升得非常的大 然後在第三天進入TVBS攝影棚做實戰演練的過程當中 經過主播的仔細提點之後 我也學會了如何去在鏡頭前表現自己的鏡頭語言 然後謝謝TVBS卡內基主播影給我這次的機會 能夠展現自己表達自己的自信 謝謝 謝謝 讚 謝謝 laughter physiological 黑色 醫生 為什麼 े